原标题,韩国首批F-35D韩加入航空军观察者网续,就韩联社3月29日报道,韩国防卫视夜听月29日表示, 两架F-35A闪电AI战斗机,当天下午2点35分时,在韩国空军清州基地安全着陆,由此,韩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拥有引擎战斗机的国家,美军飞行员们当地时间22日从亚利桑内州卢克空军基地,驾驶韩国第一架,第二架F-35A战斗机起飞, 驾驾为一等地飞行百度13800多公里,PC-135空中加油机,中途为其5架燃料。 F-35A,是可单枪匹马升入地后,实施精确打击的战略武器。 目前以第三四代战机为主力都韩国空军的战术战略将为之道变,加上空中加油机陆续服役,作战半径大大增加,遏制战争的能力显著提升。 这两架F-35A战机将预赐,5月形成战斗力,下月起几乎每月都有两架F-35A战机交付韩国,今年将有许多家服役。 一名韩军员士表示,政府预定的40架F-35A将在2021年如期交付完毕。 韩国空军参谋总长邓韩军高层,没有出席接受一事。 抄写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月20日,曾批评韩方引进隐形战斗机,并警告军事对峙,可能破坏改善关系的气氛。 韩国军方2013年决定将美国F-35A隐形战机,作为韩国下一代战机,首批购买次世家,2018年到2021年投入实战部署。 韩国军方当时表示,考虑到战事作战目标,超合导弹威胁,中俄日等民国因素,决定购买隐形战机。 如果需要,韩军还计划追加购买20架F-35A战机。 每架F-35A可配备二枚空对地导弹和二枚空对空导弹,大大增强韩军对潮威射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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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